好 观众朋友我们要来关心现在正值这个五一长假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中国大陆当局呢 视为这个五一长假非常重要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刺激旅游需求 提振消费的一个方法 那各界现在也开始关注说 今年五一长假的这个消费状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看一下 现在旅游平台这个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喜欢做长途旅游 那其中呢三四线城市的部分 城市旅游的市场表现也相当突出 特别来关心到这一些县域市场的酒店订单啊 年增幅相当高耶 将近达到七成 景区的门票订单也暴增了大约百分之一百五十一 看起来都有一个很不错亮眼的一个表现 不过另外一头比较特别是 我们也要来看到现在当地掀起了一种叫做特种兵旅游 好 什么叫特种兵旅游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大陆的青年他们说他们不要买门票 他们喜欢自驾 然后呢早出晚归 全家呢可以挤在这个帐篷里面来过 可以省钱 然后又可以玩到 他们现在也掀起了这样子的一个玩法 好 我们来看到今年五一长假 国内旅游消费的走向到底表现如何 上次哥 我想这次五一长假当中在他的前一天 也就五一长假四月三十号的这个有关于交通的这个移动状况 就发现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在整个国内的旅游当中 在这次五一长假非常丰盛 而且跟过去不一样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竟然迷人的地方都是一些四线城市以下的这些区域 这为什么是这样 大家觉得很有趣 第一个当然是相对比较便宜 有些相对比较便宜 那中国大陆现在在内部旅游经济的部分 是整个国家在推动的 因此全中国很多地方省线市 越在乡下地方大家越推动 而且整个国家市场也在往这个方向进 因此大家前一天当中的跨境移动 大概就超过两亿多人 就它的4月30号两亿多人 两亿多人在移动 而且它的移动当中移动到一些小线 所以这个部分在铁路 交通 高速公路 就可以统计出来 就发现很有趣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头 为什么有我们看到这种 为什么叫特种兵 这种就是到那些小线 我想在2023年在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出现几个很有很迷人的东西 像资博 资博烧烤 另外像东北的这种什么小土豆 南方小土豆跑上来 大家发现在中国旅游有一些新的气氛 那么这个气氛不再只是年轻人消费而已 它包含了一些新的情怀 那么自驾游 当然就是这几年当中 我都很迷 我都竟然看一些YouTuber 中国大陆自驾游 跑到蒙古新疆 我都在那边干爽 我也觉得很过瘾 大概就整个大概是这样子 当然目前不能否认的就是说 现在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 内部经济的状况 失业率还是高 因此大家往便宜的地方旅游 哪个地方特别便宜 福建据说有个地方 这几天五一的部分 你大概住一个晚上 不到一百块人民币 做得很好 连我都忍不住在看在哪里 想说未来可以去 像乐山大佛这两天 昨天微博热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四川乐山大佛 那个乐山大佛 大家大概排队排了四小时 你只能靠脚趾 你爬不上去 因为那边就比较便宜 相对四川来说 大概是今年在整个中国的状况 但今年的部分 大概整个中国大陆 在官方上来讲 比较没有那么鼓励出国旅游 但是无论像泰国 像日本待会两位 还会再继续描述的 就是说因为汇率各方面的关系 即使中国没有那么大 在推动国际的出国旅游当中 但是单单现在略略跑出去 没有像往年那么多人 也还是让周边国家 真的大赚一把 但以中国大陆 现在看起来整个方向 中国大陆在刺激内需 而且要知道 这大半年来 包括在整个所谓 三月初的部分的 两会结束之后 中国内部经济里头 大概最核心 就是要推动内部消费力 为主趋力的内需市场 去带动整个内经济的循环 因为其他的条件 大概中国大陆官方能做做了 房地产也好 地方税 结构性的都做了 但是消费力这个东西 你官方只能刺激 算是这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所有在大架构解决问题之后 希望大家放宽心 我们已经把你的房地产的部分 也弄得尽可能OK 大家不要不判不敢消费 然后各方面地方税 该准备的也都大概 都已经调好好了 那么所谓现在 所谓薪质生产力 其实已经所提出的当中 其中一个内需市场的核心 其中观光旅游 文化旅游这件事情 所以无疑最后的结果会如何 目前看起来有朝向官方希望去的 因为都到四级县城以下 大受欢迎 那么这一次最后大家结果会如何 现在价值某方面 还算是正在慢慢的进行 也有人往后的延伸 我们看最后的统计结果 应该就可以知道了 是 好 我们希望上这个 不要只能在YouTube上面看看 影片干过瘾干 可以赶快出去玩啦 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国内的消费的市场到底表现如何 从这个车次上面也可以感受得到 现在真的是非常多 先来看到是来自于铁路上海站 今年出现无一假期的客树的客流最高峰 整天全天的发送旅客人次65万人次 另外南京站全天预计发送旅客34万人次 我们也来看到是个中国的文化旅游部发布 今年第一季包括旅游的人数跟消费的金额 我们都可以看到是双双呈现增长的 好 先来看旅游人次的部分达到14.19亿 年增幅16% 国内旅游的出游总花费1.52兆元 新台币差大部分大概是6.68兆 年增幅17% 好 我们预估说 今年可以看到首季的成长率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达到5.3% 可以作为支撑五一的动能吗 小伟哥 对于大陆来讲 它现在如何能够让它的整个经济 能够活络起来 的确用旅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你可以看到 大概就在这开年到现在 中国大陆各个从民间传出来的讯息 就是大家都是有钱不敢花 但如果说今天你有钱不敢花 摆在银行里面 或是摆在任何的这种储蓄 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其实这个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 让经济成长的动能 但它主要也就是希望能够让 中国大陆现在等于算是最底层 或是最贫穷的这些县市 能够借由这样一个外来的动能 来刺激整个经济的发展 因为其实这个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今天你只有 比如说一二三四线城市 只有一线二线的城市有感 的确可能人数是会不少 但是整体来说 三四线这些人感觉没人顾了 那对于中共它整个统治的 这样一个基础的稳固度来说的话 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影响 所以它变成说 它可能不太希望 现在中国大陆人人都有钱 因为你如果说从这个社会主义 这个治理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大家都太有钱了 那社会主义其实就生存不下去了 那这个时候 但是也不能说一堆一些人有钱 但一些人很没钱 那这样一个情况也会形成 这样一个社会的不安定 所以它当然其实可能希望 这次利用这样一个五一长假 然后鼓励大家出游 而且其实它这次五一长假 这个出游 大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大部分的这个出游 都是在国内 那的确当然 我们最近也看到 因为日元这个下跌的这个关系 很多大陆人富豪跑去这个日本 这样爆买这些奢侈品 原本可能只计划买一件首饰 结果发现换算之后 价钱代替买了两三件的这种都有 但是整体来说中国大陆 它现在还是有很多社会 像比如说三四线这种 相对来说经济或财政上 比较弱势的这些需要 由这些比较一二线的这些城市 来这边旅游 然后借由这些旅游来促进 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流通跟动能 让它大陆内部的这个民众 相对来说 这个相对的这种 不足感会比较降低 所以我觉得它这次 我觉得应该是会能够 借由这一波的五一的 这个劳动节的出油潮 能够让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 重新运转一下 好 刚刚夏宇哥帮我们特别提到 这个资金现在也流到日本市场 主要就是因为日币现在跌 所以大家都去日本玩 去买东西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的民众到日本 过去比较喜欢买家电类 现在换成一个叫做新三样 好 你的三样有哪些 第一个大牌的这些奢侈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喜欢买的东西就是平价药装 第三个是海水珍珠 好 现在点名说 其实在日本目前有82.2万名大陆居民 较前一年相比已经增加了6万人 说看到了大量的中国大陆富豪 现在去当地购买房地产 大家也在好奇 为什么现在日本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拉力 杰大使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便宜 就是什么都便宜 那尤其这次五一假期之前 这个日元对美元跌到新低 34年来的新低 曾经一度到1比160 当然后来又弹回到1比157 日本的央行用记录稍微拉回来一点 那可是这种 这种也算是难得的一次 这个日元便宜的话 所以中国大陆我看网上很多这个都在介绍日本说 这个去就赚到了 去一趟比过去省1万块人民币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千载南非的机会 所以今年中国大陆出国旅游 日本是一个热点 热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日本的这些奢侈品 它本来就进口关税就比较低 那么再加上日元贬值 我看他们讲说一个双爱马仕的这个 这个男的皮鞋 在这个日本卖大概6000块人民币 在中国大陆要卖到8000多人民币 所以你看光一样同样的货品 它就可以省掉差不多3分之1到4分之1的 这些支出 那是很大的魅力 所以你刚刚讲的新三样 还有一些奢侈品 基本上都是这一次大陆观光客 去日本想要猎杀的对象 猎捕的对象 另外我最近很多朋友都去日本说 食住都便宜 对 那日本的房价也便宜 所以大陆的富豪都去买 大家都好了 而且甚至于 现在又有不少大陆人在做这个仲介 也就是说他大陆人 你先移居到日本 然后来 然后去好大陆内地到处找市场 因为其实毕竟你在日本生活 很多的实际的这个限制等等 跟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 所以这些有钱的人 有办法的人 自然而然希望能够透过这种 叫做那种叫投资移民 地人政治 内争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ublic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